第八回作業號號 例子觀點平衡狀態是什麼 你這個正反應速率會先下降 然後逆反應會變快 然後就會達到平衡速率 再念一次喔正反應下降 然後你的逆反應就會出現變快 達到一個平衡速率 是速率相等是動態平衡 動態的平衡 動態兩個字寫上去 這動態的平衡 再來 他現在是密閉的 所以密閉裡面全部的都會發生 所以甲乙都會發生 都有平衡 為什麼這是液態變氣態蒸發跟凝結 變氣態是那個氣化跟凝結 那這裏面是解離的部分 他也會逆反應 反正在密閉裡面都可以發生 而且他自己寫飽和啊 飽和這裏的意思是什麼 變成S是結晶的意思 就是沉澱 所以你往這邊走是沉澱 那這往這邊走是溶解 溶解解離這樣 那那就可以達到平衡狀態 密閉的才能平衡 這有密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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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開放的酒精 酒精會跑掉 酒精會跑掉 飽和溶液中的沉澱 他是飽和的嘛 所以沉澱 沉澱速率要等於溶解的速率 沉澱的速率要等溶解的速率 所以這裏能飽和的是 能夠平衡是甲乙丁 有丙的不要 所以那是C 那哪一個可以達到平衡狀態 剛才有講飽和嘛 這就是溶解等於溶解 等於結晶 沉澱 燃燒這燒完就沒了 蒸發 他沒有蓋子 如果沒有密閉就不行 那這也是啊 他沒有說有沒有密閉 有沒有密閉 這很重要 所以答案是A 這二個酸甲 加入輕氧化那 二個酸甲 你看一下獎勵 個酸甲CR CR 不是個酸的 二負 那在CR2O7 二個酸 那這個是黃色的 這是橘色的 這是橘色的 講義有寫 然後你加酸就會往右邊走 加H正啊 就會往這個地 這邊走 加輕氧化那他就會反過來走 加的酸就往右邊 那加的鹼就往左邊啊 往左邊就會變成什麼色 你會橘色變成黃色 你會從橘色變成黃色 那在飽和再加方糖那都已經飽和啦 所以是什麼 溶解等於沉澱 他就繼續 達到飽和的平衡 飽和的平衡 他已經飽和了 吃不下了 但是他還是有溶解 但是又吐出來 同時吃同時吐這樣 那已經平衡的 還是那句話 就是你的 他說已經停止不對啊 那莫有數會不會強等 不一定 這是不一定 那他這位大於嗎 不是應該等於 那就是保持一定的 保持一定的 好 不多 不會更多 不會更少 他當時有一個比例 但是不是係數比 好 保持不變了 嘿 那他只有寫密閉兩個字 好 密閉兩個字 甲 乙 丙 好 這都會出現平衡 這都會出現平衡 好 然後再 呃 第九 他說大理值不再減少 他又寫密閉嘛 對不對 他說接停止不對 要等於要等於 所以他就租 好 這是不是很簡單的 關鍵 好 關鍵 那安水 他不會污染環境 首先 左邊是有毒的哦 嘿 他這有寫有毒 所以你要往右走 不會污染環境 因為你就要向右走 向右的話哦 那這裡是會出現酸 對不對 那我如果讓他下降 讓他下降 整體就會向右走 因為你右邊變少了 所以你怎麼讓酸下降 酸減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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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裡會使 會使他向右 會使他向右 好 加鹽酸會向左哦 你加酸的就會向左 因為又加酸是加右邊啊 你加的右邊就會往左邊推 這食鹽就是 就是沒有 就是中性的就沒有用 好 不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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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綠花蓋也是中性的 這也不影響 裝水之後又又把它蓋緊 他說 沒有反應嗎 有啊 水裡面也會有解離啊 蒸發啊 對不對 完全沒有嗎 這是錯的 水量幾乎沒有減少 對啊 就沒有 沒有人跑出去嘛 好 那蒸發凝結是 物理變化 他不是說完全的 這個這裡面沒有化學變化 綠化 這變色啊 變色這件事情是化學變化 好 那你藍色變紅色 這是可逆的 好 藍色變紅色 紅色變藍色 這是可逆的 那 飾紙變色是跟水有關係 對不對 他說不能重複使用 這是錯的 我上面寫的 你都要做 記得 這是要求 那現在瓶蓋打開 打開之後就不平衡了 瓶蓋打開會有東西跑出來 對不對 好 那所以誰會改變 那全部會一起改變 你的水蒸氣會跑掉啊 對不對 然後 你CO2會跑掉啊 那你的水 CO2跑掉 他會整個往右邊走啊 右邊變少了啊 所以整個就會往右邊走 那水變多了 水變多了 都會動 全部都會動 都影響到 他的移動 好 再說一次啊 這叫個酸 CRO4 個酸是黃的嗎 這是二個酸 我寫你就要寫 好 那平衡潛的話 一定是正的要大於膩的 就還沒平衡 正的要變小 但他還是 加入 他寫加入7條碳酸辣 他這樣子 我以為是反應一開始 這加入碳酸辣是鹼性的 鹼性的鹼性的 鹼性的這碳酸辣叫蘇打 蘇打是洗滴鹼嘛 對不對 鹼性的會使這個酸性的怎樣 會使這個酸性的下降 會使這個酸性的下降 那你左邊變少了 左邊的人變少了 整體呢 整體就會推到左邊來 整體就往左邊推 往左邊推的話 表示是逆反應要大於什麼 大於正反應 所以小於是對的 A是對的 小於這件事情是對的 因爲逆反應比較大 逆反應比較大 然後正反應比較小 所以小於是對的 A是對的 再說一遍 因爲碳酸辣是鹼性 鹼性會抵消誰 酸的 所以酸的會下降 那左邊變少 因爲他是左邊嘛 左邊變少 整體要往哪裏 整體要往左推 右邊強於左邊嗎 好 會往左邊 所以逆反應就會大於 逆反應就會大於什麼 大於正反應 他說只錦剩下這是錯的 阿會不會按照係數比 會不會按照係數比 不會 不會按照係數比知道嗎 好 再來是 顏色不再變化 沒有啊 他橘紅色 橘紅色是右邊的 他往左邊走 他是往什麼 變黃色 會變黃色 顏色會變黃色 往左邊走 會是黃色 再來他說不能使他向右 好 他說是氮氣加氫氣 就哈勃法治安嘛 氮氣加氫氣 變成NH3 對不對 好 那比例是什麼呢 比例是1 這是2 這是3 好 那我要往右的話 這個是可逆反應的話 這樣子 如果你是把氨氣移出 你把氨氣拿走 就是使他下降 拿走就變少了 就下降 那整體是向右的 所以整體是向右的 這是對的 催化劑 催化劑是同時提高左邊跟右邊 所以同時提高 那不會影響左邊 也不會影響右邊 他是同時提高 你要超起來 檢查就檢查這個吼 同時提高正逆反應 的速率 催化劑本身啊 是不是這個量不重要 催化劑本身就是這樣 好 所以簡單而言 催化劑是無法改變平衡的 再念一遍 催化劑無法改變平衡 明天也要驗收這句話 催化劑無法改變平衡 那我要去除水中的鈣離子 鈣離子在哪裡 你在左邊會有CA2症嗎 這裡會沉澱啊 這裡會沉澱 所以一沉澱呢 就減少鈣離子 所以我希望他向右 我希望他是向右的 向右就會沉澱 就會減少鈣離子 在那邊 向右就會沉澱 會減少鈣離子 好 會減少鈣離子 那 這裡一個是加酸性的 加酸性不影響 加酸性反而會溶解 CACO3 會反而會出現鈣離子 好 這這兩個是意思是一樣的啊 這兩個都是酸啊 檸檬酸 醋酸 所以這兩個是不對的 你加熱很好 加熱會使什麼 會排出什麼 會想辦法排出CO2 因為你二氧化碳 高溫的時候溶解 就會變少 二氧化碳會跑出去 二氧化碳跑出去 就變少了 再念一次 排出氧化碳 那就變成右邊變少 右邊變少 所以推哪裡 推往右邊啊 對不對 推往右邊啊 往右推啊 推往右推 往右推就會 減少鈣離子 這題是必考 好 這一定要注意 它的順序是什麼 加熱使CO2離開 CO2變少 就是右邊變少 那整體就會往右推 往右推 好 這里是 2乘以10的-3 這個-3比較大 對不對 這-9比較小 對不對 所以你平衡的時候 你一開始是2乘以10的-3 然後這是5乘以10的-9 你平衡的時候 時速會小於 會大於5乘以10的-9 但是會小於 哎這正反應啊 正反應應該是小於什麼 正反應要變小 小於2乘以10的-3 這個全部寫錯了 逆反應要大於什麼 逆反應在這裡 逆反應要大於5乘以10的-9 這個 豬是對的 正反應大於 ㄟ 這樣反應本來就是 呃 他這個是問最後的 是我錯 他們最後這一個 最後這個 最後這個 我剛才怎麼會寫小於 錯了 正反應 正反應數率 你最後平衡在這裡 就會大於10的 正跟逆 正跟逆 就會在這裡平衡了 對不對 所以他會大於5乘以10的-9 那再來 呃 二氧化蛋跟四氧化二氧 對不對 這個 這個有顏色哦 這是紅棕色的 哦 紅棕色的 所以呃 他現在泡熱水 泡熱水 就是加熱嘛 加熱會讓他向右走 向右走就是 正大於膩 正大於膩 然後 紅棕色就會越來越多 紅棕色會越來越多 這是對的 哦 因為NO2是紅棕色的 他加熱就會 就會往右走 那在配好的裡面 配好的一瞬間 哪一個平衡就會在裡面 他自己寫 胃溶解嘛 就是飽和 這個就是飽和 加沉澱嘛 這以前哪有 這什麼鬼東西 H2症的 這都是垃圾亂寫的 垃圾亂寫 在 鈣離子增加 所以是向右走 使他向右走 那我要怎麼做 怎麼做 使他向右走 首先第一個 加入減性 加入減性會抵消這個H症 那左邊變少 就會整個往左推嘛 所以他會向左 他會向左 記住哦 酸減中和 會減少H症 打開瓶蓋 壓力變小 你的CO2會跑掉 CO2會跑掉 會離開 會離開 CO2離開 那所以就右邊變少了 右邊變少了 就會往什麼 往右推嘛 對不對 往右推會讓 CA2症變多 往右推會讓 CA2症變多 你CO2跑掉了啊 他是一直往右 CA2症就會出現 好 這是沒反應 A跟B A跟C是一樣的 都是向左的 減線就會向左 因為 抵消了H症 要記住我唸了 抵消了H症 最後他說CO跟NO2 NO2是紅棕色的 不要忘記了 那他現在是說 一開始加進去的時候 那他是會 是會向右走 對不對 所以他會從 紅棕色 加進去的時候 會變無色 那 無色後來又會推 會有逆反應嘛 對不對 所以紅 整體紅棕色是變淡的 然後維持一定的顏色 平衡的時候 就維持一定的顏色 那 達平衡的時候 分子有哪些 那全部都有啊 1234 這四個都要有 四個都要有 在 繡 繡是紅棕色的 繡是紅棕色的 而且是有毒的啊 那他說 減性的時候 你加減性的時候 就是減少H症 減少H症 就是右邊變少 那你整體會往右推嘛 那右邊是無色的 所以他就會變成無色的 承鹼性 所以是要使什麼 使向右 讓他變成向右邊的 寫出來齁 使向右邊走 在繡加硫酸 在繡加硫酸 加減會向右 加酸就會向左 對不對 加減性會向右 剛才不是講的 那加酸就會向左 那右邊才是無色的哦 所以你要使他向右 右邊是 那我們加減性的會向右啊 哪一個是減性的 這個是減性的 對不對 所以你是加減性會向右 好 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好 你就要選他 在維酸性侵蝕 蝕灰鹽叫碳酸鈣 碳酸鈣加酸嘛 你要念碳酸鈣加酸 碳酸鈣加酸 這是酸的 中乳食形成 形成就是 就是生出碳酸鈣 所以你碳酸鈣要改在 右邊 碳酸鈣要在右邊 這兩個都不行 碳酸鈣要在右邊 對不對 那再來要選什麼 你就是生成碳酸鈣 他有寫說往另一個方向進行 那就是逆反應 逆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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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把這個東西倒過來寫 C倒過來寫 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 豬這個答案 好 倒過來寫 整個這個要寫在這裡嘛 對不對 他這整個要寫在這裡 他這倒過來寫的哦 反向來寫 因為他寫往 這句話要畫起來 往另外一個方向進行 再說一次 加酸 那就侵蝕嘛 就這樣 然後長出中乳食 他說是另一個方向 他就逆反應 就要反過來寫 最後這一個 他說同濃度 把同濃度框起來 你同濃度嘛 那就是保持平衡啊 因為濃度是一個比例 同時一起增加的意思 所以如果濃度更高 那比例更高 那當然是往右邊推 那現在同濃度 這題一定要做 好 非常重要 再來 加氫氧化鈉 再說一次 加氫氧化鈉是減性 會抵消酸性 然後整體 左邊變少 就會向左 他說保持平衡 沒有 那你就要寫向左 這個每個都要寫 加鹽酸就會向右 對不對 就會向右 加氫氧化鈉向左 對不對 加鹽酸向右 好 第四題是豬 那在顏色加氫 這是什麼 使他向右 使他向右 我們來看 你加酸性的就是這個嘛 讓這裡變強 左邊變強 左邊變強會推往右邊 左邊變強會推往右邊 所以你這是什麼 因為 因為左多 所以就向右 左邊多 所以就會向右推 A是對的 A是對的 好 這達成我們的目標 好 那加鹼性就會向左 安氣加水變安水 AQ是水容易 這也是鹼性的向左 好 你加水是加在右邊啊 所以你也會向左 這三個都是向左 好 那聽懂啊 這比較複雜 像繞口令 加油